现在买笔记本的话有很多这种触屏功能的 一般人像我们年轻人的话 肯定会觉得这种触摸的功能完全没什么用 还是用键盘方便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是卖给年纪大的人 那他不会拼写的 也不会无比的 那你一定要给他买个这样的触屏电脑 为什么呢 这个手写输入法功能完全是无敌 首先我们在这个任务点右键 这里显示触摸键盘 然后这里键盘就出来了 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你看键盘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选择输入法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手写输入法 为什么说手写输入法很无敌呢 你如果去买手写版哪有这么好写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手写输入法有多么无敌啊 你看它是可以连着写啊 一般的你的手机的输入法都不可以连着写 手写输入法 逗好是不是它可以连着写 所以说不会打字的人呢 这个功能对它来讲特别好